各国对女性的审美特点不同 也就造就了各国都有各自心目中不同的美女 比如中国自古有四大美女的标准 只有具备碧月羞花之帽成于落雁之美 才能称之为美女 而与我们一一淡水的日本 他们国家心目中的美女又都有什么标准 或者是他们心目中认可的美女又是谁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在日本人心目中 有这么三位美女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他们本国的古代美女小言小厅 埃及的艳后和我们中国的杨贵妃 小言小厅这位财貌俱佳的美女 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 自古以来也是每位日本人 所称赞的才女和美女的代名词 作为日本的女诗人 她的地位在那个男性至上的时代 破天荒地成为了男性心中的女神 埃及艳后的入选似乎让人很难理解 因为这位结局比较悲情的女法老 不但貌美如花 而且极其功于心迹 如果仅仅是因为容貌的美艳 让日本人钟情于她 那埃及艳后的美也与日本人的东方性格不相符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迎合了日本人 某种自己宇宙不同的心理吧 埃及艳后的身上一生充满了戏剧性 她用美貌和心计 中学于凯撒和安东尼之间 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 她的死亡也宣告了一个朝代的结束 杨贵妃 作为中国的四大美女之一 不但在中国广为认可 而且同样在日本也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大美女 这与杨贵妃与日本的身后约缘分不开 她不但具有京东英律的才艺 而且杨贵妃也代表了汉唐文化的一部分 日本在与唐朝的文化交流中 杨贵妃的形象也随之在日本落地生根 也因此在安史之乱中自意而死的杨贵妃 才得以在日本重新复活 甚至升华为了日本的宋子观音 这些方面在日本的杨贵妃幕足以证明 日本对杨贵妃有多么的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